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坦索宇宙的科幻战舰,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部脑洞科幻片,打印你的完美情人 单身多年的眼睛妹正百无聊赖地在家里看电视 她每天都和迷妹一样在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甜甜的恋爱总是轮不到我 这一天她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广告 还在为单身而烦恼吗?快来试试3D打印技术吧 打印一个专属于你的完美情人 只要998,就让你爽到不能呼吸哦 眼睛妹二话不说地登上了定制网站 说了一个她想要的男友关键词,体贴 按下回车没多久,门铃响起 满怀期待地签收开箱后 打开了男友脖子背后的按钮 一个金发火腿鼻的男友为她献上了一束花 她总是能很认真地倾听眼睛妹的心声 为她准备小礼物 可是当他们晚上吃鱼的时候 眼镜男竟然想要救活他们的晚饭 还把他扔进鱼缸,企图挽救一条烤鱼的生命 当他发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 伤心地哭了出来 眼镜妹看得非常不爽 直接把他的开关关了 然后再次定制了一个男人一点的男友 这个快递送来,不出意外的是一个鸡肉男 眼镜妹非常开心地打开开关 男友一把将他抱了起来 正当大家以为要发生点稍而不移的事情时 眼镜妹被一把扔在了地上 而这个充满男人味的男友 拿出了吃的喝的坐在电视机棚 把他的家里搞得一团糟 又是个失败的男友 再三思索后 眼镜妹又输入了一个单词 有教养的 但是这个男友一看就是个书呆子 只知道天文地理 不知道风花雪月 无时无刻都在给眼镜妹传授知识 是个人都会烦 更何况是日夜陪伴的人 这也太无趣了 下一个 酷boy 一来就抽烟 被喧坏的眼镜妹直接把他踹下了楼 经过这几个男友的检测 眼镜妹彻底放弃了 气得把电脑都摔了 算了吧 甜甜的恋爱只属于别人 谈恋爱不如稀猫 眼镜妹立刻订购了一只小猫咪 快递小哥却没拿稳 直接摔在了地上 包里的光碟掉了出来 没想到小哥竟然和金帆妹 有一样的爱好 他的书柜上 躺着全套的珍藏版DVD 一段美好的姻缘 似乎就要从这里开始了 可是 你们考虑过小猫咪的感受吗 他还被你们摔在地上呢 还有啊 上天为什么不赐给我一个 养猫的男朋友呢 我想白嫖猫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 陪你一起养一只小猫哟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 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正台科幻里 下期见啦